这次要带你来看 今天让大家非常震惊的体育新闻 那就是日本球星大谷祥平的翻译 水源一平金船卷入迁赌案 他还涉嫌从大谷祥平的账户 挪了1.4亿的台币来还债 大谷祥平急忙的切割 球团也火速的将他给开除 大谷究竟是主动帮他还债呢 还是完全都不知道 主要是因为水源一平的说法 前后不宜 过去有大谷祥平在的地方 旁边就有水源一平 作为大谷的语言桥梁 和生活中的万能助理 水源与大谷形影不离 常被外界笑称根本才是大谷老婆 然而这样一位得力助手 却在周四爆出涉嫌非法赌博 还盗走大谷账户内450万美元 相当台币1.4亿 到其球团火速开除水源 你当你发现他被逮捕了吗 再次不能说什么 我将来继续 根据ESPN报道 水源在2021年就认识千读组头 开始下注 最后债务越滚越大 累积到450万美元 去年10月 组头的家遭到搜查 接着执法单位在今年1月 发现两笔来自署名 Otani的账户 各50万美元的巨款 不过组头表示 都是直接与水源打交道 从未和大谷见面或交谈 而水源在本周二 接受ESPN采访 说明来龙去脉 并在周三赛后 向球团公开 自己有赌博成瘾的问题 水源最初说法是 大谷知道后很不高兴 想帮助好友回头试案 因此亲自汇款 还了100万美元 不让他再拿去赌 水源也说 不知道迁赌在加州违法 并再三重申 没有破坏规矩读MLB 但ESPN要刊登这篇报道前 大谷发言人却要求喊咖 声明出来后 水源说法大转变 改口说大谷对他的 赌博与债务一无所知 一切责任由他自己承担 眼前球迷也发现 大谷已经退追水源IG 且割意味浓厚 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水源伊萍 1991年移民美国洛杉矶 从白领上班族 转为职棒球员翻译 最后与大谷结缘 合作长达六年 他凭借自己的翻译能力 帮助大谷和各国媒体打交道 让大谷旋风快速风靡全球 水源除了翻译 还是大谷的专层助理 巨凡开车管理行程 有时甚至会帮忙练球 还会设法让大谷快速融入外国队伍 Mizu Hara has previously joked about how he spends more time with Otani than he does with his own family 千赌案爆发前 到其本季开幕赛 以5比2夺下首胜 大谷更是搅出双安打 和本季首盗壘的好成绩 大谷与水源的太太还被拍到一起看球 感情相当融洽 不过球迷担心水源的丑闻 会影响大谷接下来的表现 根据统计 2004年到2019年 美国运动员被骗金额高达6亿美元 NBA包括Jars Barclay 石佛Duncan等球星都是受害者 大谷与水源 这对昔日最佳搭档 如今卷入金钱纠纷 恐怕因此分道扬镳 球迷更多的是心痛还有不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要把镜头转到阿根廷来看 阿根廷总统米雷一上任满百天 他积极的推行经济休克疗法 但是却惹得民怨四起满天飞 米雷一放手让阿根廷货币贬值 没想到通膨却越来越严重 通膨率已经高达了276%了 现在阿根廷有将近六成的人口 都活在贫穷县以下 而贫穷率创下了22年的新高 镇报警察强势的直接朝抗议 民众喷洒催泪磊瓦斯 试图清肠赶人 但人潮没有散去 过程中还有人不断做事 要冲撞镇报警察 进行言语挑衅 还朝警方砸东西 警察甚至出动了装甲车 这冲突场面就发生在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新总统米雷伊 雷利风行的经济改革 进行所谓的休克经济疗法之下 多数的阿根廷民众 真的觉得要窒息了 全阿根廷现在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的人口 活在贫穷线之下 等于是两千六百万人的贫穷人口 是二十二年新高 阿根廷常年通膨 汇率混乱 就在新总统米雷伊上任后 放手让皮索贬值 再加上原本的通膨就高 现在的数字更可怕了 高达276%的通膨率 再加上面值越来越小的本国货币 让阿根廷民众生活过不下去 很多人沦违只能靠街头救济 像是这名生了八个小孩的八宝妈 之前就带着小孩住在没水没电 只用铁皮勉强遮掩的小屋 现在连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 孩子躺在发黑发霉的床垫上 只能等待好心人帮忙 但是偏偏遇上拍铃铛 慈善组织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聚集群众宣告今天发的就是最后一餐 以后发不出来了 类似的情况在阿根廷不断上演 越来越多人吃的穿的都仰赖恩典牌救济 就连在菜市场 快搜掉的NG蔬果 大家都抢着药 这些都是阿根廷总统米雷伊的经济新政 要降低政府开支 公有企业转民营接手 遏制已债养国的循环 但是这段震动期才开始不到三个月 民众都快受不了 阿根廷希望民众忍耐自力救济 但做法是不是太过极端引来批评 因为就连成立80年的国营通讯社 都被米雷伊视为是前朝的国家机器 贪腐又无能下令关门 阿根廷的泰兰国家通讯社 700多名的员工加记者 下班才发现总部被团团包围 官网之间变为休中 这下才知道被政府炒鱿鱼了 米雷伊政府坚持这世经济改革 却和国家第四权对抗 强关国营通讯社 这一让大胆的经济豪赌 更饱受批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的是以哈战争 以色列重兵扫荡西法医院 三天来已经击毙了90名的哈马斯成员了 以色列宣称说 这次的行动没有伤其无辜 不过加烧的民众控诉以色列说谎 因为有民众从窗户探出头来观望 竟然就遭到狙杀 只要离开医院了就马上被击毙 至于进攻拉法 纳坦亚胡的态度有所松动 只说还不及需要时间做准备 哈马斯公布最新作战影片 声称还在西法医院周遭反击乙军 他们手拿武器埋伏瞄准 经过的坦克车 尽管如此乙军基本上 还是掌控住西法医院 就连乙军发言人哈加里都向来 去自如特地来到医院里 说明战况 哈马斯近期趁不注意 溜回北部的西法医院 已军为此派出特种部队扫荡 又发现更多枪炮武器 这三天许多民众远远就能听见 西法医院的激烈交火 还有西法医院的医生隔着栏杆目睹 以色列军车就在前方 不过以色列声称三天的行动 都没有伤及无辜 只是这样的说法 还是还目击者有所出入 也有一颗学生 半夜从床上被爆炸声吓醒 感受炮火越来越靠近 不过他们随后又被告知 千万别擅自离开 以免成为乙军的攻击目标 但不逃也无法保证不受到波及 画面中这名妇女才刚刚外出找面粉 一回来就发现家人全部消失 四周则是满布瓦力堆 更有镜头拍到两名光着身体的少年 声称中途遇到乙军坦克 逼他们脱衣审问 虽然最后获释但很多周围的人不幸被杀 加萨中部至今也无能幸免 周三又有三层楼建筑被炸垮 至少15人死亡 面对各界最担心的进攻拉法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似乎有推迟的打算 现在说进攻行动需要时间做准备 纳坦雅胡究竟打什么主意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六度访问中东 他结束沙烏地阿拉伯的访问后 又来到埃及之后也会前往以色列 对于加萨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 以色列制作影片与联合国互抢 内容指出原本北部两个过境点都是因为哈马斯突袭才关闭 以色列只是对拉法过境点进行安全扫描 以防有人夹带武器 以色列反怪联合国无力解决物资被哈马斯夺走的问题 使联合国自己办事不力 别新闻 宋胡导 不断研究分析汲取乌俄战争经验的国家 其实不止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美国智库学者专文指出说 中共尤其关注俄罗斯的攻击直升机 在乌俄战场上面的表现到底如何 主要是因为这也关乎解放军是不是要添购 也是攻台作战的参考依据 特别是三期立体登陆作战 已经成为了解放军用兵的主流方式 中共武装直升机直升M1 全机实体带各式武装 在新加坡首次叩关国外展演 目的或许不只为外销试水温 我还包含了人员训练 包含了直升机 包含了后勤 整体用一个完全军事顾问团的方式 打包输出的方式 其实在新加坡航展 我们看到很多的飞行模拟训练学校 会代表的是解放军会想说 如果你买了我的模拟器 人员训练都是我 那自然未来的硬体 也有可能会选择我的一个产品 中国也在用这方式去拓展它的影响力 目标显而易见 中国大陆想达成的是世界的武职石 而不是永远的共军版阿帕器 现在的解放军走到一个 直升机战术的十字路口 AH-64阿帕器配上黑鹰 来进行一个打击一个运输 未来是要走美国这方向 还是要走类似俄罗斯这种空中炮兵 或者是直升机跟它的打击跟运输 是结合一体像早期的磁路 这个路线 军火外交反映两个面向 一是对外战略布局 二是内部应实力成长 制造能力成熟 其余部队使用需求 努力汲取无二战事经验的不止国军 美国智库防卫重点主任金莱尔 以及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瓦西特 日前共同撰文指出 解放军正密切关注俄国攻击直升机的战场表现 因为场景如果换成攻台作战 有效的悬疑机战力 可以提供充足火力掩护 也能深入投送兵力 分散国军增援反登陆 他在共军的所谓的多层双招的这种战术里面 他其实直升机扮演关切的角色 所需要登附场地形的限制小 而且他比运输机的空头 更容易的把部队精确的投送到作战位置上 共军的进攻部队是直接越过我们在寒线的设防阵地 然后从设防阵地的后面进行反包围 或者是直接就越过寒线的设防阵地 把部队投送到重要的政军目标之上 多层次海空立体登陆和试剧外换成编波 在超越滩头的着陆突击作战方式 构筑在充足直升机队阵容 实际上其实中共在京改之前 它的陆航直升机的数量其实还是不是太多 大概在1000架左右 那近代到现在来讲 其实我认为中共的直升机大概已经 它会赢到1500架 那也就是说他希望每个陆航里 或者空中突击里都能够满边 单看解放军的陆军 75和83两支集团军编制空中突击旅 其余11个集团军和新疆西藏军区 全数都配航空旅 下下每个营直升机的数量 如果都以满边计算 规模将上看1700架 这还没包括不时随着军舰 出现在我国周边的舰载直升机 而且击中航程和能力也胜于以往 秦珍珍和空防能力在这趋势之下更显得重要 这也包括单兵防空武器的筹货或是自制 像美国采购之外 我觉得我们的中科院也应该想办法 自行去设计生产这种单兵监测防空武器 它其实也许性能不用太好 但是它的部署数量一定要大 你必须有足够的数量 才有可能造成乌克兰战场这样的情形 就是共军可能掌握了天空 但是它的武装直升机或者是运兵直升机 还是不敢低空飞行 军备种类和数量 影响的不只是工防能量 还有战略规划 军购或是自主研制 能不能切中要害 是防务不变课题 TVB的新闻 陈如晗和嘉莹一福 看不到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我们先带你来看这个话题 那就是买预售屋签这个约的时候 一定要看仔细 因为大家买预售屋最怕的就是遇上烂尾楼 尽管现在台湾每年推出的新建案 多达上千个 平均会出现状况的不到五个 算是比例很低的 最主要是内政部有要求 建商都得要履约保障机制 其中不动产 嫁金信托 就是让民众预缴的现金专款专用 只是目前只有双倍 比较多有类似的机制 而且现在工资物价都上涨 建商如果没有拿捏好成本 万一盖到一半缺资金 受损的最后还是消费者 好不容易存到一笔钱 想要买个家 预售屋都是不少 民众首选 虽然看得到模型 未来的家还只是大概的样子 投入大笔资金 难免让民众多少有些疑虑 如果盖到一半 成烂尾楼 家没了 该怎么办 预售屋通常都会拉三到五年的施工期间 但这段期间那么的长 就很容易出现变数 因此也容易造成烂尾楼 而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就是建商没有抓好资金问题 出现了成本增加 而第二就是施工品质没有按照政府法规 第三则是产权 如果没有处理好 就很容易造成工程延宕 合约书几个东西一定不能有错 就是第一个金额 评数 然后跟他还有一个预约担保的机制 我们这个案子是属于嫁金信托 不动产嫁金信托的部分 那我们甚至在后面 合约后面 我们还有附合约书的证明的文件 内政部他在合约这部分呢 事实上非常严谨的 而且法令在修正 正在消费者立场去说明 然后跟一些规范 白纸黑字的合约厚厚一叠 签下名字钱 真的不要偷懒 多看几次 所谓的不动产嫁金信托 就是你所缴交给建商的预缴金额 会先纯净金融机构 或者是信托专款专用 按照时间给付工程款 或者是一般税务 强化保障消费者权益 能避免遇上建商摆烂 结果害得消费者的钱也跟着消失 尽管内政部有这项规定 却没有强制规范 目前全台有这样的担保机制 台北市推出的建案 有高达90%的比率 新北市来到八成 台中却只有一半 原来他们大多采用的选项是 同业连带保证 由同一集团关系企业 进行担保机制 只要集团有状况 也容易引发骨牌效应 另外还有价金返还 也能防堵烂尾楼 只是建商能运用的资金相对低 目前少被采用 工人的费用 或者是说一些水泥的费用 这些状况上面 其实它的涨幅性 都是我们一直看到在走涨的情况 它如果没有办法拿捏清楚的话 未来涨幅太过大的时候 远物料面的上涨 可能都会是一个 蛮主要的一个原因 会形成一个烂尾的状况 民众来说 它大致上就是在市场上面 去找寻这种比较优良的建商 或是全国性的大建商 代销的品牌 其实也会是一个参考的方向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当然可能还是要自身 去做一下功课 去了解一下整体的市场的状况 多听多看 货比三家总是多一分保障 不过以目前全球来看 有不少国家的建商 都爆发了破产窘境 台湾却相对的少 即使有烂尾楼传出 也只是少数 平均不到五个 台湾比较不容易发现这状况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来说的话 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大多头 所以台湾不动产市场上面 建商它的财务体质 是相对是比较健康的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是银行对于建商的资金管控 相对比较严格 所以也比较不容易发生 这种系统性的风暴 那这几年来说 因为利率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在整体的预防比上面 也不像其他国家 这么样的严重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确实整个建筑业界 它有这种所谓的强者横强 大者越大的一个情况 缺工通膨建材纷纷上涨 房价跟着涨 成本转嫁之下 建商似乎成本拿捏都恰到好处 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虽然不动产 驾经信托规定 目前如果工程进度未达60% 就不能运用专户里的资金 但内政部没修改 导致还是可能会被挪用到 代销费用 要避免烂尾应该要全面规范 建商的履约担保机制 TWB新闻张志明先伦 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就算没有带钱包 也可以在许多的商家 用手机扣就可以买东西了 但是目前民众使用的行动支付 其实也主要仅限在台湾境内 一旦跨出国不是现金 就是只能用信用卡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跨境支付呢 所以现在就有业者也努力的跟其他国家合作 尤其是很多民众常常最喜欢去的日本 希望能够实现跨境支付的服务体验 手机一刷完全结账 现在在台湾生活 忘记带钱包也没有关系 因为手机就能处理许多消费 也逐渐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 金管会也发现 民众使用包括ATM转账购物等非现金支付金额 占民间消费总金额的比例 已经由2019年的50.18% 逐步成长至2023年前三季的63.47% 可见非现金支付工具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其实大家就是在寻找所谓的支付场景 所以你会看到以前的信用卡 它会开始绑联名卡 就是绑很多的消费场景 比如零售通路 这些百货公司等等 这就是在创造消费场景 台湾事实上消费场景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当然理所当然 就会想跨境这件事情 毕竟目前民众使用的行动支付 仅限在台湾境内 一旦跨出国不是现金 就只能是信用卡 这次我们跟日本的PayPay合作的时候 其实只要消费者拿着全支付的账户 跟用全支付账户去连接银行账户 来进行只要看到PayPay的logo 所有店家都可以进行消费 那这样子前期三消费的人 消费期限 他也不用去思考说 现金带来不够 透过行动支付的国际组织 实现跨境支付的消费体验 目前台湾已经有三家业者正式上线 包含接口支付 全支付 以及遇上wallet 涵盖台湾用户超过1200万人 提升到日本旅游的便利性 只要是我们会员的用户 他到任何国家 他直接用他的APP 直接扫码就可以付款 而且安全又迅速 因为现在国际的情势的原因 所以彼此对于数据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 我们在跟日本跟台湾监管单位沟通的时候 他们很在乎各自有没有外泄 你的data会不会外流 所以Hymix特别用新的技术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同支付工具 不同系统 透过整合让消费者使用更便利 而LiPay 2023年11月也与韩国新罗免税店签署合作 让台湾用户有更多的跨境支付体验 就连坐永3000万用户的韩国新韩卡使用者 也可以在全台使用LiPay交易 现在的这个时机的这个成熟就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行动支付 在这件事情上都会越来越趋向一致 就富保 他其实是最国际化是做得最好的 就是各个国家到中东到欧洲到各个国家 事实上LiPay都是资源的 所以他这个是在他的行动支付 他在国际化上面 就是说去积极的去跟其他国家的对接上面 他做得非常久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的行动支付业者 也慢慢就会开始往我们周边的国家 尤其是台湾人常常去的国家会开始做 我们现在锁定的是行动支付比较发达的国家 那现在看起来亚洲走得比较快 但是美国跟欧洲也逐渐跟上来了 它有个APP 它可以给你非常多的资讯 你到了日本你要去哪里吃东西 你要去哪里玩 你在哪里吃 它会给什么优惠 我们会利用这个渠道 把这个讯息及时的提供给消费者 不只要努力拓展各国间的合作 业者也希望从支付工具加入更多的服务 增加用户的年轴度 毕竟截至2023年6月 台湾有77.1%的民众使用行动支付 拓展消费场景 从原有的习惯作为敲门砖 例如说我们可能遭遇到很多的店家 可能他发觉说他摆出很多的不同的QR Code 或者是他可能是原本的现金店 那因为现在可能要收手续费 他对这样子的所谓的无限制付 或者行动支付推广是比较抗拒的 那我们也在这个月份推出在TWQR的推广 那并且推出所谓的优惠费率 让这些店家他可以先去接受去了解去体验 要吸纳更多店家 财经公司也串联银行和电制机构 以TWQR作为共同目标 让民众未来不论使用哪一种支付方式 都能通拓展更大的行动支付市场 TVB的新闻 郑盛维和家人夏丹池才会报道 这就要带你来看日本的猫咪经济学 主要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不生小孩了 所以那就养毛小孩吧 这也是近来的趋势 尤其以日本是最为胜的 研究统计说 光是猫咪周边的相关经济 越来越蓬勃发展 曾经一年创下1.5兆日元的商机效益 相当于3000亿的台币 而且每一年都还在增加当中 甚至已经厉害到相当于46个大股商品 创造的经济效益 看有多厉害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出门 猫咪在家的陪伴 就成为了日本宠物的首选 再加上不用6大大增加饲养的便利性 你用餐一旁有它陪你坐台 时间到会自己主动换猫座 猫咪咖啡厅主打就是在餐桌旁边 有它们自由进出打转 吸引爱猫客 近来养猫四主越来越多 而且光猫背后的商机晶元 光是看它们自己在旁边玩 做任何事情放空都很疗愈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家中都有养猫小孩 而且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它们所创造出来的猫咪经济 在2017年一年就高达了1.5兆日元 相当于台币3000多亿 甚至还有研究指出 2024年有关猫周边的任何商业行为或是市场 将可能创造出超过2.4兆日元 而这还只是一个日本市场而已 从它们的饲料 猫砂 零食 衣服 玩具 甚至小窝 各式各样日常用品 或是只要相关猫的 都能吸引非市主来购买 相关花费一个月从1000块到上万元不得 而且有些人家中还布置一只猫 布置就像一个猫乐园 猫近来崛起成为家中宠物的新宠 其实跟之前新冠疫情也有很大的原因 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养猫会比较方便 因为养狗可能要去溜 或者是需要花时间 跟它消耗它的电力之类的 当然说养猫也是要花时间陪它玩 但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不太需要去溜猫 它的上厕所就是需要一个猫沙盆 那它也基本上不太需要 特别去美容或者是洗澡 对那定期的维护就是可能剪指甲 叔叔毛之类的 不用溜不用刻意陪伴 当猫小孩爸妈入门坎 更加容易简单 以目前台湾宠物晶片登记数 111年来到222万只猫狗 分别是140万跟82万 再细看登记数量的趋势 在110年和111年猫超越狗 更成为猫小孩主流 数量每年增加 商机大无限 根据内政部统计 宠物相关产业加速 在107年后 逐年增加来到8335家 销售金额也来到387亿元 尤其现在任养代替购买 猫咪咖啡厅还接中途之家 重点能让你找到 真的跟你投缘的猫咪 眼神确认后再收编 中途就是算是一个 中继站的概念 那它再到另一个新的家庭 那我们会有一个类似 有点像捡运转运站那种感觉 那也可以借此 转变猫咪一生的命运 那如果说有盈余的话 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猫咪 他们来我们店中途的时候 可以更直接的被曝光 因为咖啡厅好处就是 人可以直接跟猫咪做互动 相关产业链还有APP业者 四主间的交流 可以让大家看看 自家毛宝贝的模样 提供平台相互串联 能交流也能交友 宠物不仅仅是猫咪 老鼠 蚂蚁 完全让人大开眼界 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做出 就除了我们在交流 讨论可以再做出额外的一些衍生 然后更多元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所有的宠物相关 都可以从飼料到 安清到洗澡到美容 只是最终宠物还是得面临生老病死 猫咪常遇到的节食问题 医疗费用没有公定价格 常衍生出不少争议 桃园市政府 沿拟推动以公益性质 为出发的公立宠物医院 算初期将规划领养后的 平价医疗 暂时还不纳入重大伤病或是住院 保险业者也开始逐渐嗅到伤机 以现今日渐增加的毛孩经济 产值未来将越来越可观 TVB的新闻六网兵歇轮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带你关心健康的话题 思觉失调症顾名思义 就是思考跟知觉失去协调的病症 而思觉失调症 医生最优先的就是病人中断治疗 根据研究指出 如果停药半年 复发率会有五成左右 所以期盼病友能够持续的接受治疗 而目前临床上主要是以药物为主 现在科学的进步 长效真剂的使用 也可以让病友的病情更稳定 思觉失调症 是一种慢性也是重大的精神疾病 与脑内功能运作失常有关系 后发于青少年晚期与成年初期 临床症状会有思维 知觉行为 情感等 多方面功能性障碍 也换听最常见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改变 它会变得比较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它的一些抽象思考 逻辑推理 已经计算 执行能力 也都会进一步的一个缺损 另外一部分可能会伴随一些像情绪的症状 比如说像焦虑或是忧郁等等 这些症状如果持续的话 就会进一步对生活造成一些影响 失觉失调症 其实有时候出现在不应征的妇女之中 那他们状况之下 有时候觉得压力比较大或其他状况 开始想法还出现一些改变 会让荷尔蒙下降的一些产品 有可能会让你的失觉失调症大为增加 有这个家族史的话 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 尤其在前趋期的时候 病人可能会出现性格的改变 变得比较孤僻 如果是学生的话 这个功课可能会 退步的现象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即时的就医 把握这个前趋期的黄金治疗期 这时候可以把这个症状 整体控制的比较快 治疗效果也比较好 医师指出思觉失调症 最担心的是病人中断治疗 根据研究指出 如果停药半年 复发率会有五成左右 停药一年 复发率会来到八成 期盼病友可持续接受治疗 妄想及时与事实不合 且不受逻辑推理所纠正 但身心不移的错误观念 有时候它的内容 甚至到了怪异或奇特的程度 幻觉是在没有外部刺激下 产生的主观的感官知觉 如幻听或幻视 至于胡言乱语即是与无伦次离题或是前后不连贯 另外负性症状包括减少情绪的表达及动机的降低 视觉是调整的发病原因的话 其实还有蛮多病因不是那么确定 那其实最有利的证据还是来自于遗传的相关性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如果家里的确有家人患有这样的疾病 我们可能特别要谨慎 那也不代表说有家族时 我们就一定会视觉失调症会发病 所以必须要注意的是 我们能够做什么样来预防 譬如说生活作息正常 那另外第二点的话 可能在压力上的调试 需要做适当的检视 避免过大的压力 目前对于视觉失调症的一个成因 医学上还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定交 那我们其实主要的一个 这个还是在于说遗传 然后还有大脑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临床上我们可能常常听到 就是说像多巴胺的一个过度分泌 造成视觉失调症的一个就是并发这样子 像生活的一个环境以及压力的部分 也可能会进一步就是诱发这个视觉失调症的一个发生 视觉失调症的剩行率大概是1%左右 不过在台湾大概每千人当中 就会有2到3人会有几率发生 另外认知功能的损害的症状 可能会因为疾病发病一段时间 会发现病人的思考能力 记忆力专注力都会逐渐受到影响 但在确定诊断之前我们仍需要考虑排除其他因为生理疾病导致症状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及时发现症状 及早接受治疗 健康的维护其实人人都可以自己来 在治疗不应的过程中 也许某些药物的使用的状态 有可能会让它导致这个情形 所以这是有曾经发生过的个案 目前临床上主要以药物为主 现在因为科学的进步 长效针剂的使用 可让病友更可以持续稳定接受治疗 减少复发状况 TB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根据国舰署的统计 台湾成年人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过重或者是肥胖 而血童则是每三人就有一人过重肥胖 而WHO也公布了研究结果显示 全球有超过十亿人口是肥胖族群 小学生开心跑跳 体育课时间大家活力满满 现在不少的儿童运动量不足 体育课就相当重要 而不论大人小孩 很多都很爱喝手摇饮或其他甜的饮料 随机询问看看 如果是甜的饮料呢 一个礼拜天天都会喝吗 我 肌肤 你都喝些什么 冬瓜茶 然后手摇饮汽水什么的 那爸爸妈妈会限制饮喝吗 我 有时候喝太多爸爸就会说不要喝了长不高 为什么一个外只喝两次怎么算 在减肥 为什么 因为之前太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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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现在要减肥 是你自己想减还是爸爸妈妈要减肥 自己减自己想减 你喜欢喝哪些饮料 珍珠奶茶 雪碧 可乐碧 十橘子汁 水 手摇饮汽水等等 小朋友蛮喜欢喝 大人自己其实都很难见 而爱喝含糖饮料也是体重的大敌之一 国家署统计台湾血统 每三人就有一人过重或肥胖 成人则是每两人就有一人 有时候家长可能一天都没有看到孩子了 他首先他就是自己手上拿着750的 这个手摇饮然后递给孩子就是一杯500的 那这种感觉就我看了就触目惊心 然后再观察他孩子的一些身高 确实是比人家矮10公分以上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想要说 为什么我们的手摇饮这么的风行 根据WHO和国际知名期刊刺歌争 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 全球有10.38亿人口患有肥胖症 比1990年增加了四倍多 当中约5.04亿成年女性和3.74亿 成年男性罹患肥胖症 而调查中发现又以孩童及青少年的肥胖率 成长速度最快 从1990年全球大约3100万人肥胖 2022年已经达到1.59亿人 世界卫生组织也说 世界肥胖人口突破10亿人的时间点 比预期要早得多 常常会这样讲 就是说小时候胖不是胖这样子 但是其实现在研究也是完全反驳这个理论 他就是说小时候胖 小时候如果小时候儿童的时候胖 会胖到青少年 那青少年胖呢 青少年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胖的话 那大概有70%的人 你知道长大还是胖的 不会再瘦下来 如果你是肥胖的话呢 这种第二型的糖尿病呢 也容易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人家可能50几岁 60岁才发生糖尿病 你可能30几岁 40岁就发生了 儿科医师提醒 儿童肥胖会导致不少健康问题 像是早发的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 气喘等等 还有一个是家长很在意的 家属比较在意的这件事情 就是会影响发育 就是说简单讲就是长不高 为什么 因为其实肥胖的小朋友 他有太多这种脂肪的细胞 这种脂肪细胞会影响这个内分泌 荷尔蒙的分泌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状况 我们说叫性早熟 如果发生性早熟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8岁 7岁的时候 你的一些第二性征 男生女生第二性征都跑出来了 那就会影响到 你这个身高成长的发育 根据110年的国人十大死因 当中癌症 心脏疾病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性疾病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肾炎肾病症后群及肾病病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8项都跟肥胖有关 而从健保资料库 发现肥胖者BMI值越高 医疗开销就越大 2011年 过重与肥胖相关医疗保健支出 已经达到新台币264亿元 大概会来看门诊 大概除了有糖尿病之外 很多人也会在健检的时候 开始有很多检验的数字是红字的 血压血糖 血脂有偏高 很多这些来看的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 已经到肥胖的阶段了 占了很大的影响因素 还是是目前大家的饮食习惯 跟生活形态 就饮食习惯可能加工食品 或是超加工食品太常吃了 然后通常都是缺乏运动 活动量偏低 另外跟生活压力也会有关系 肥胖几乎已经是台湾的慢性病 衍生出更多其他的疾病 高龄化的国家医疗支出本来最会高 必须从小做好健康把关 才不会影响国力 TVBS新闻张正安网一直也台湾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